散西来的裤带面 吃了会响响 这家开在正大附近的小餐厅 老板到西安住过十几年 娶了散西老婆回台湾 做出来的裤带面非常正宗 我们那边叫响响面 但是你们这边就会叫响响面 它的面比较宽 有像裤带一样 也俗称裤带面 它会通过揉撑甩扯等步骤 让面产生三光 就是面光手光 还有破面的盆会光 煮好的面条放上调味料 直接淋上散西的油泼辣子 趁热拌着吃 美味极了 这里除了宽宽的裤带面 也有细面条 西安著名的岐山草子面 加入五六种食材煮成酱汁 还带点酸香哦 陕西人也很会处理羊肉 老板用整只羊腿放到大盆里 加香料煮上六个小时 炖到骨肉分离入口即化 完全没有羊骚味 真的太厉害了 这里的羊肉料理种类很多 有清爽够味的拌羊肉 也有用香料熬出的羊蝎子 连不敢吃羊的人 都会爱上这股羊味 这盆羊肉 羊两面了杂了 老板 你是在说什么 原来这是陕西话说 水盆羊肉 鸵鸵面 都很好吃的意思啦